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拥有罕见的红色海滩 大家是否会好奇为什么这海滩是红色呢? 下面想要来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吧 全都是因为一种植物叫做盆茧草 而盆茧草的颜色是因为吸收了阳光中的光波所形成的 阳光中有七彩光波,盆茧草是吸收了其中的紫色光波 这个地方每一年都会有将近上万只的鸟类在此生活 品种了上百种,不得不说这个地方真的很奇妙 创造了这么美好的家园给了类生活 在这里还有一大片的芦苇草 看着就让人觉得兴奋不已 一片稻田也值得一看 最佳地方就是观景台了 当然,这里的炒饭都是用这稻田的米烹饪的哟 这可是袁公公的东北米呀 好了,这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记得点赞关注哟